本土疫情以来当日确诊首次降到个位数 但好消息还不只有这一个 直言下个礼拜各部会重点都会放在降级解封的准备 同时宣布开放户外工作民众还有同住家人 在开车出游时的口罩限制 四个人都是同住的家人 那平常在家里就一起吃饭了 那时候在车内的时候也可以一同一起来饮食 放心松绑车内的口罩限制 另一个原因就是疫苗接种的速度加快 最新统计的覆盖率也已经超过两成 那在超过20%之后 就坚持可以看到疫苗的一个效应 当然超过40%才会有开始一个防疫的效果 而针对75岁和65岁以上两大高风险族群 目前接种率也都突破7成 之后如何消除民众对副作用疑虑 进一步保护年轻族群 成为后疫情时代指挥中心的全新挑战 巴拉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不懂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